第四季 第四季 羽毛球的殺球 堪稱是地上最快的球類運動 世界紀錄最快的時速 可以達到500公里 即是比一輛F1的賽車 不知道我們香港羽毛球奧運代表鄧俊雲 他對車的速度要求有否高 我選車和打球一樣 當然有要求 我會選擇帥 我會選擇帥 因為我通常喜歡外貌協會 我喜歡外形 比較帥的,我會比較喜歡 我選擇歐洲車 因為我駕駛過的也是歐洲車 電動車還是汽油車 我選擇電動車 因為一來電車是大趨勢 因為它很安靜,所以我特別喜歡 很棒 這次選擇了Lexus 新推出的純電動車 就是UX300E 試完車應該適合你的要求 當然適合,快點上車 我們繞一圈 當然了 剛才你說自己比較喜歡歐洲車 雖然這輛是日本品牌 但所有操控 坐到車內的感覺 其實都相類似歐洲車 對,我也覺得這輛車 駕駛或坐下的所有硬件 其實已經很近乎歐洲車 這輛車,不用說 這輛車一定是安靜的 而且我覺得駕駛的感覺挺不錯 而且坐上的椅子 還有車的避震都挺軟 我覺得坐得很舒服 你也說現在大趨勢 駕駛電車也是時候 我想是時候真的要換電車 而且節省很多 對,真的… 對,差很遠 我家是串綠 所以充電方面比較方便 在家門口便可以充電 你多少歲考車牌 是否一年齡就立即去考 我18歲對準的時間 基本上就立即去報 即是17歲就開始… 那有沒有… 先看好東西 對,做好研究 然後18歲就立即報名 是否一次過考驗 一踢過 這絕對是值得驕傲的事 一踢過 考車的時候有甚麼趣事 我記得考車的趣事 就是考車的時候 考車時很緊張 剛巧那天下雨 首先我忘記了要開水潑 因為我很緊張 看著我,忘記了我開水潑 你不覺得很模糊嗎 很緊張 然後要靠考官幫我開水潑 然後我心想… 糟了,會否不合格 然後… 幸好我自己也懂得開水潑 幸好我最後都可以一踢過 平時你出去練習的 會否都可以開車 還是教練下了 你們危險,不准開 不要在外面開車 出去的話… 其實正常來說是不會開的 但有一次… 因為我們有一次去德國 有一個短時間的訓練 我記得好像是三個星期 那次我們… 因為我們無論去住的地方 或去訓練 也要開車方面 歐洲 我們難得一次可以在歐洲開車 少許遺憾的是 德國出名的高速公路 是不限速的 但剛巧那一次,不是我開車 就不能感受這個… 這麼刺激的高速公路 除了你喜歡開車,喜歡吃東西 你也喜歡喝咖啡 我喜歡喝咖啡 我基本上… 不可以說每天 但基本上一個星期 總有三、四次會喝 我喜歡嘗試不同店裡的咖啡 有甚麼不同 因為很可以享受一下 喝咖啡的時刻也挺享受 或者買一杯坐在車上喝 也很舒服 我很喜歡這種感覺 好吧,我們開了一會兒 不如我們找個地方喝咖啡吧 好 好 吃到山蜡有盟 請搽啡 你快去找個地方 找個地方 找個地方 找个地方 你剛才也說過 平時會駕駛車出去找食物 然後喝咖啡 今天我們在這個環境享受咖啡 平時會否自己駕駛車去喝咖啡 我沒試過,但我都會… 像這種類型的沖咖啡 其實我也喜歡 因為我本來喜歡喝咖啡 而且我覺得這個感覺很舒服 像煮食一樣 可能我心情好,就會煮得好一點 但我覺得沖咖啡也有這個分別 可能我那天心情好 我沖完會覺得好像今天比較好喝 心情不好又比較難喝 接下來九月會有亞運會 我想你們也要為這些大型的比賽 也要做些準備 接下來有甚麼計劃 接下來除了亞運會外 七月也會有一個細菱賽 今年會有這兩個大型的比賽 我們現在這一刻 我們都在香港備戰 想有一個長時間的訓練 令我們的身體可以慢慢恢復 讓我們可以打好底部 我們六月就會出去比賽 應該會直接到九月 現在打好底部 那麼長時間,完結後 其實你們也要繼續比賽 那段時間會否對你們身心有點吃力 在奧運之前 我們也有保持高強度的訓練 去應付奧運 其實完結後 我們開始打算休息一下 可以鬆一口氣 因為辛苦了一個多、兩個月 但之後又接著這麼長的比賽 很幸運的是我們的教練 以及我們的體能老師 都一直跟著我們 這麼多的站的比賽 去幫我們調整我們的身體狀況 傷患難免也有一點 但幸運可以完成這麼多的比賽 而且成績也不錯 在想著自己的目標是甚麼成績 我們最終的目標 當然是希望在細錦賽 和亞運會都可以獲獎牌 另外,希望除了這兩個比賽 我們也會參加其他系列賽 或公開賽 我們希望可以在其他比賽 發揮到我們訓練所練到的東西 令我們可以找到感覺 尤其是那兩個比賽 可以發揮得更好 希望你和阿雪在混雙中有好成績 乾杯 謝謝